行政長官選舉將會在3月27日舉行 雙人閃國臨率先宣佈參選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 有一個重大宣佈 就是我決定參加新一屆行政長官的選舉 我的口號就是 忠誠坦蕩、仗義擔當、不患得失、赤誠報廣 盡本《國安法》成立之後是表面平靜 但其實實際上裏面都五勞七相 香港經過這二十多年的來耗 已經是需要一個大改革去刮骨療傷的地步 如果新的政府不能夠在這二五年裏面 作出一個重大改變 迎頭趕上的話 試問一句我們有多少個五年呢 我希望透過今次的參選 能夠將我累積多年的知識和工作經驗 貢獻給社會 我深信我有能力擔當行政長官這個神聖任務 我會配合中央的政策 將香港打造成一個徹底的 國際金融創貨中心 охber於等到最終方便 為重大改革 公平的小方便 暫停的散視 無法做